9月24日日本日经指数收于三周来的高点 市场在长洲末假期后重新交易 华尔街隔夜上涨 以及日本央行上周的鸽派言论 大大提振了投资者的情绪 日经指数上涨了0.57% 收于37940.59点 这可是9月3日以来的最高收盘点位哦 盘中还一度突破38000点关口 更广泛的东正指数也上涨了0.54% 电子元件制造商TDK表现亮眼 成为对日经指数的最大提振因素 而芯片制造设备生产商东京电子则下跌 对日经指数有所拖累 美国经济数据强于预期 缓解了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 也助力日经指数开盘上涨 日本央行上周五维持利率不变 行长表示不急于提高借贷成本 直田和南周二还重申了这一立场 引发市场对加息晚于预期的猜测 市场虽有回落 但底部仍坚挺 日元贬值也有利于出口商 此外市场还受到买盘 以及中国股市上涨的支持呢 请不吝点赞订阅